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布 看美食為懷身中 一開箱一人都希望 開箱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老師老師, 我們今天找到哪個家 找到純丹人家 這裡是粵塞師傅的搖嵐之一 中國廚師, 有一把木板可以下延 但順德如生師傅 必須有自己的外刀 我們一起… 我們在公山水起 更多精彩內容 盡在滿萬七點半的 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我愛翻尋味 找食找到你家 大家好, 我是丁丁 我身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阿瑤老師 大家好 老師…我們今天先找到哪個家 找到順德人家 順德 有一句說話叫 我們繼續吃在廣州, 廚出奉省 說實話, 我自從加入到翻尋味 這個節目組 我最想做一件事 就是考上廚師牌 找對地方 這裡是粵塞師傅的搖嵐之一 我聽說很多成功的廚師 都是從這裡走出去 聽說有十個學院 說實話, 都很難選擇 有十個學院, 都很難選擇 那我帶你去魚山十分基地 介紹魚山歌給你認識 好 順德魚生, 薄魚蟬逸 輕可吹起 晶瑩剔透 再加上多種多樣的配料 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 嘗試和創新 在千變萬化的口感當中 找到自己心目中的 榜一、榜二、榜三吃飯 鮮甜、爽滑 真的吃過都翻尋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長途拔舌 莫名而來 吳敏忠, 順德之心餐飲人 從事餐飲行業近三十年了 兼任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客席講師 自從這所魚山學校揭幕之後 他還多了一個教授的身分 相信不需要我多說 都知道為什麼忠哥今天 會約我和喬老師重返校園 喬老師, 現在我們參觀 我們順德烹調學院的餘生實分基地 這個餘生實分基地 就是我們公司和順德烹調學院合作的 主要的目標是甚麼呢 培養順德烹調學院的大學生 去學習傳統的順德餘生 你中過是嗎?我想報名了 如果我想來做學生 有甚麼條件 二老師, 你是前輩 可能超過零 但我們順德餘生實分基地 我還要看年齡 主要是對學生順德餘生 需要培養新一度的人材 我們會教他們怎樣做順德餘生 特別是我們會把順德餘生標準 作為教材 教師傅怎樣學習標準的製作 以及標準的要求 那我又報名嗎? 你也很難看 如果我真的想來做學生 需要舉辦甚麼條件 先是順值語報名 對,即是報… 烹調學院 要先檢測我 有否做廚師的天賦 起碼拿著刀會比較安全 一把菜刀 它是有些基礎的 他是烹調學院學生 本身已經是預備隨師 未來初學社會會做隨師 但我們特別是開設一個專業 這個專業是專門做漁師 你隨時做漁師有甚麼好處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順德餘生是比較紅火 作為順德餘生師傅 他有幾個好處 工作環境,有空調,很舒服 而且進資的機會很大 現在市面上一般合格的師傅 是過萬元一個月 不是,你說得真的很吸引 無論是環境還是收入 但我真的想知道 怎知道可以來這裡成為學生 是否真的要公開考試 是,公開考試 其實順德餘這裡 都是一個專業的大學 大專業 即是要考高考 未來我們隨師是大學生出來的 他們以後出到企業的規劃 非常好 例如說廣州的過例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我們也希望教他做餘生 工作上走到出路之外 也希望通過同學生的講課 一些講座沙龍 解釋給他聽 順德餘生的維生安全 和操作規法 宣傳授餘生 我們可以來參加沙龍 對,可以參加沙龍 可以品嘗餘生 所以我們今天很珍惜 今天的機會 今天可以來偷師 如果他們畢業的話 又可以做甚麼 畢業後 就是我們企業的首選 因為優秀和生 有很多個都進入造力公司 而是成為刀手 刀手以私之之 出到私下 可以獨立做一碟標準的順德餘生 其他地方 隨時我知道 懂得拋鶴、懂得炒河粉 但在順德這裏 真的要順德餘生 這門絕招 沒錯 所以這個佛登基地 對我們業界也好 對學校 對未來下一代 對順德餘生的推動 我覺得起了很積極的作用 不如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老師是哪位 今天是我們公司的內宜藝明師傅 他年紀很年輕 但他是資深的純德餘生師傅 鍾哥告訴我們 這種產教融合、後企合作的模式 就是想加強餘生製作技藝的 交流和創新 可以培養多一些專業的 餘生技能人才 做出安全、健康、美味的餘生 中國廚師 有把鑊鏟可以逛逛逛 但是順德餘生師傅 必須有把自己的外刀 大家好 我是餘生十分基地的雷老師 我們順德餘生標準做法 有六部 第一步是用尾部 用全拉刀分割 第二步是用刀剪起魚肉 剃魚骨冷 第三步是橙魚皮 第四步是去鴻肉 第五步是吸乾水分 第六步是擺盤食品 順德餘生 被譽為中華美食活化石 是承載世界美食之都品牌的 知名美食文化符號 其中順德餘生行業的 食品安全規範化、科技化、產業化 一直以來都很受大家關注 以前入行學處都是由師傅帶入行 通過口頭教學 可以聽到多少、記到多少 全部要靠自己的記憶 經過時代和科技的發展 他們希望可以將他們的技術 和經驗形成文字 傳授給新時代的廚師們 將順德手工菜的技藝 通過文字形式記錄下來 一直傳承下去 首創的透明廚房 加獨立處理間 加規範化操作的模式 魚生師傅辭證上班 按行業標準製作魚生 技術保證出份安全、衛生 努力成為保持順德魚生製作的天花板 難怪忠哥說 這裡的魚生分分都要考試了 其實順德魚生 你想檢驗牠的魚是否漂亮 師傅功是否可以 要怎樣 就是我的芭蕾鐵塔 反轉又反轉 這個芭蕾鐵塔反轉 就是我們要將一條魚 一碟仔慢慢反轉 三條 真的嗎? 真的嗎? 神器 試試… 即刻,三條肉看著 這個證明師傅的刀功很快 橫切面很整齊 可以緊密地貼在碟邊 還有魚很新鮮 新鮮魚的魚膠比較多 這樣就能黏住了 這個很專利 有個雪糕店也是這樣檢驗的 新鮮魚,新鮮魚 原來魚生也可以 是的 傳統的順德魚生 有些步驟 我們首先找它的靈魂伴侶 靈魂的花生油 看上去油的顏色也不一樣 對,深色一點 先放油 油就將豬肉的水分鎖住 然後再放小許鹽 之後我們就根據自己的喜好 好,一般我習慣 放些卷頭 小許炸菜 尖狼白狀口 最後放一些檸檬 檸檬熱 檸檬熱一定要少 太多油腐 然後拌的時候 溫柔 一點 就算了 辣子 要做的 總是 你跟我蠻好 不停 就算了 我還要做的 小許炸菜 每個人都想跟我 一邊 你的 我們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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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